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针菇为何会在冰箱里睡了五日 事情要从五日前 调查员接到一个委托电话说起 那可不可以把图片放一份给我们 委托人张小姐说 她出差五日回来 冰箱里面的金针菇居然长得爆 抵爆了保鲜膜 张小姐还说 至少长了两厘米 很可怕 以前没有留意过 不知道有没有误息 哇 金针菇在冰箱里面 还可以还强生长 哇 真的可谓是励志菇 看到这样的图片 我只能够用神奇两个字来形容 不知道其他人的冰箱里面的金针菇 是不是这样的呢 如果没有根本 可能停止了我生长 但是已经继续生长 为什么会有奖出来的 我都没有 没见过 神奇的东西 这些事很陌生 是 我不知道 我自己没遇过这样的情况 所以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 因为确实现在食品的安全 都是挺令我们担心的 街坊中 我们采访了九个街坊 有八个表示没见过 那究竟 是不是没有这种现象 还是他们没有留意过呢 其实他们会不会 好像张小姐那样 不知不觉吃过 自己又不知道呢 大部分的街坊都表示 他们是没遇到过 在冰箱还会继续成长的金针菇 其实我觉得 大家很少去留意 自己冰箱里面的蔬菜 对于爆料人张小姐来说 他的猜测很有可能是正确的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做个测试 为了揭开这种奇怪的现象 背后隐藏的秘密 调查员随机在赛市场买了金针菇 开始实验调查 我们看到桌面上 我刚才在赛市场买了金针菇 那我们现在就对他们 进行一个身份的设置 第一个就叫做小A 第二个就叫做小B 为什么要帮他们起名呢 因为待会他们要接受 不同的命运安排 为了还原张小姐金针菇生长环境 实验同样用保鲜膜 爆起了小A和小B 同时为了补充数据 我们还特意称了一下 他们各自的重量 那我们现在首先测试一下 小A的初次重量是多少 小A的初次重量是125克的 那我们先写下来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一下 小B的初次重量是多少 那我们看到小B的初次重量是122克的 我们写下来 管理科学精神 我们在小A的孤珠上面 标注出长珠和短珠 分别作为测试目标 好了那我们将小A小B的记号已经做完了 那我们现在先量一下小A的长度 初次长度是多少 那我们现在先量一下它相对比较长的一条 我们可以看到长那一条14.8厘米 那我们现在来量一下它相对比较短的那一条是多少 那我们看到它相对比较短的那一条是10厘米的 这个初次长度已经量了 那接下来我们量一下小B的初次长度是多少 通过黑度纸边我们可以看到 小A长珠初次长度是14.8厘米的短珠是10厘米的 小B的长珠初次长度是14.8厘米的短珠是10厘米的 小B的长珠初次长度是14.8厘米的短珠是10厘米的 那我现在就准备用保鲜膜包住这个金针菇 然后将这个金针菇贴在我之前准备好的这个黑度纸上面 现在就将小A放进冰箱里面 在接下来的五日里面小A将会放进冰箱 而小B就会放在常温之下 那五日之后同样的时间我们回来 看看冰箱里面的小A和常温环境下的小B 究竟有什么不同 放进冰箱的第一天 我们惊奇地发现小A的长珠变成了15.4厘米 短珠变成了10.06厘米 也就是说长了6毫米 而放在常温之下的小B就稍微顺息了一点 长珠变成了15厘米 短珠变成了10.2厘米 第一天就长了6毫米 太可怕了 我们随机在市面上买回来的金针菇 随随便往冰箱一吊 它就可以生长 而且看它的样子还可以继续生下去 看来这个金针菇的生长情况 和张小姐家的冰箱里面的情况是一样的 已经人最运气了 今天是第三天 我现在来量一下小A的长度是多少 我们量完小A的长度 长那条是16.4厘米 我们现在来看看短那条 短那条的长度是11.2厘米 我们现在来看看常温下的小B长度是多少 今天是第三天 我刚才量了小A的长度 总共比之前长了12毫米 我现在来量一下常温下的小B究竟长了多少 对了 从表面上看小B好像不多电 都黑了 我先拆开来看看 哇 很大阵味 哇 我们看到长那条我已经找不到 已经断了 我们试试找短的 看能不能找到 幸好短的还在 我们看到短那条是比之前长了4毫米 也就是说现在短那条的长度是10.4厘米 那我想跟上小B已经冷成这样 发毛成这样 应该就不会再长了 第三天的小A继续生长 长珠16.4 短珠11.2 相比起冰箱里面的小A 常温下的小B就差一点了 刷得小B的长珠是15.2厘米 短珠10.4厘米之后 它已经出现了败坏的迹象 这个故事讲到现在 等我们一起回到节目的开始 即是在实验过去整整五天 水瘾从冰箱里面 拿出了小A 准备和大家一起见证 关于小A的五天生长实验的结果 这个就是为什么节目开头的时候 我说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时刻 在这个一分不多一分不少的时刻 我们一起来看看小A和小B 最终的生长长度是多少 通过数据表的测试数据显示 小A在冰箱里面120小时之后 长度从长珠14.8厘米 生长至17厘米 总共长了2.2厘米 短珠从10厘米 生长至11.5厘米 总共生长了1.5厘米 而同时放在常温之下的小B 在72小时之后开始败坏 不再生长 实验证明 金针菇在冰箱里面不单只可以生长 而且还要生得很蓬勃 为了求证大家是没有遇到过一亿 或是没有留意到金针菇的这种情况 我们决定做一个有少少邪恶的实验 我现在手上拿着2个金针菇 一个是已经放在冰箱 已经生长过的 另外一个就是我刚刚从市场买回来 看上去还很新鲜 我现在就把它洗干净 然后炒熟它 然后放在碟里面 分别拿给我们的街坊吃 看看它们能不能够在口感上 分别出有什么不同 真的没什么不同 好 有没有那个配搭 想问你一下吃了两种不同金针菇 口感上有什么不同 有啊很硬 好 这个呢就鲜了一点 不是区别很带 没听到看你 也都是因为加了条鲜的缘菇 这么多试试的街坊 竟然没有人可以从美国上面区分开 这两碟金针菇 到底有什么不同 好像差不多 差不多 其实呢这个呢是我们 刚刚从市场买回来的新鲜的金针菇 那这个呢是我们放在冰箱几天的 它生长过的金针菇 这个是好像有点苦 有点苦是吧 阿姨你真的太有趣了 你刚刚才吃的是生长过的金针菇 后面吃的才是新鲜的金针菇 但从刚才的调查发现 完全没有人从视觉上 又或者微觉上 去发现这个金针菇是有问题的 那看来这种会继续成长的金针菇 就算放在你家里 你们都未必发现有问题 我们随机在市场上买回来的金针菇 生长情况居然和爆料人提供的情况一致 而我们的随街试食 街坊们都表示 口感上吃不出来 嘩 看怕平时你们都吃得不少 那究竟这是什么情况呢 看看各位街坊怎么说 吸收母性元素或者什么营养素 才可以继续生长 那些什么生产素 可能会感觉 打了油 我们发现打了维生素 打了油 那些滋素现在不是说 反正就是卷肌或者什么东西 反正激素 就是会生长 会发芽 街坊们都表示 应该是金针菇被添加了生长激素 那大家口中所说的生长激素 到底是什么呢 植物激素是植物体里面 一种微量的活性化质可以这样说 植物激素是有五大类的 包括生长素 细胞分裂素 等等就有五大类 这个在植物体里面 其实本身都记备的 就是任何的植物都有 只不过是在利用多而少的问题 如果是说植物激素的话 在植物里面提出植物激素 其实对人是怎么害致都没有的 可以是这样的 植物激素就是现在目前的 因为它本身在里面有 任何的植物都有 如果这样说的话 我们所有植物都不能吃了 包括我们人都不行 因为我们人本身体内都有激素 但是这个是动物激素 超过85%的街坊都认为 金针菇成长是因为增加了植物生长激素 但是专家就说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 究竟哪一个是真理呢?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做个实验 来看看 为了了解生长激素 到底是否会对金针菇产生作用 我们联系了相关农业机构 取得了10毫升的生长激素 为了调查金针菇 是不是真的加了植物生长激素 那我们就会将这个植物生长激素 按照规定的比例 在稀释过之后 涂在金针菇的头上 然后拿保鲜膜包住它 另外一份就不涂 直接拿保鲜膜包住它 之后将这两份放在冰箱里面 进行一个对比 看看它们会有什么变化 那我现在就将这两份金针菇包装完了 现在就把它拿到冰箱里放住 那我们现在来看看 这盘没有加的 那我们看到 它现在是生长 跟之前小A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继续生长的迹象 那我们来看看这盘 哇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全部金针菇已经烂了 那看来结果已经可想而知 加了生长激素的金针菇 已经是全部烂了 那就可以证明 其实大家在市场买回来的金针菇 虽然会在冰箱里面继续生长 但是是没有可能加了生长激素的 金针菇的话 它生长周期就很短 我们这个本身用的都是那些天然的 像木屑啊米糠啊 营养已经很丰富了 没有必要再用这个生长调节剂了 食用菌产量高 生物转发率高达80% 也就是说100斤基料 可以产出80斤的食用菌 不存在使用激素催产的必要 食用菌生长十分嬌贵 对温度 湿度 光线 维生 密封度等等要求都很高 不要说喷什么激素了 就是不实滴上一滴水 固体都会变磨 起斑 甚至腐烂 那为什么它会在冰箱里面继续生长呢 低温的菌内 它在三度以上的温度 三四度以下的温度 都能够正常生长 不过它温度越高 生长越快 温度越低 生长越慢 我们冰箱的保鲜石正好是三到五度 所以这个金针菇买肥以后 涂成在冰箱的保鲜石里面 它会继续生长是很正常的 多数情况之下 人们喜欢用生 死 来区别生物的生存状态 一旦有组织从母体上面被分割开来 就会被认为是死去 但是部分蔬菜和菌类就不同了 加速的话 它们被杀手或者被分割以后 它的组织和习惯是不能继续生长的 但金针菇的话 它是一种维生物 维生物的组织 它有高度的独立性 像金针菇的这个铁 这个铁 把它切成小块 它都还会继续生长 生活调查团需要普及的知识是 超市买回来的合装金针菇 大多是活体 具有生命力或者再生能力 除了草菇要在摄置25度高温条件之下生长 多数食用菌都耐得住低温 好像瓶菇 磨菇 瓶包菇等等 只要条件环境具备 都可以在冰箱中生长 不足为奇 那我们平时是否可以把金针菇等菌类买回来 让它长大一点再吃 那这样就更加划算了 其实在測量金针菇小A的长度的时候 我们的调查员就已经做了一个重量先后对比 那我们看到金针菇小A的长度长了这么多 我想它的重量怎么会多出二两吧 那我们现在来测一下它的重量是多少 蛤?不是吧 居然香了 现在的重量是117克的 那测菇长了2.2厘米 重量就从120厘米变成了117克 不是应该越长就越重了吗 对于蔬菜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我们采摘以后它还是存在在一个生长的一个过程存在 那么这个存在呢 并不代表到它有一定的好处 因为这个它会消耗我们本身的一些物质来促进它的生长 因为我们知道物质不可能贫空而来的 对不对 那么这种情况下 意味着它消耗了其他的营养成分 来长成另外的一种成分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不代表它一定是好的发展 原来就算金针菇并没有激素 但是它正常的再生长 只不过是营养物质发生了转移和流动 如原来是基部的营养就转移到顶部 第二个问题的话 我们最常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么放置的时间越长 即使它还是存在的生长过程的话 意味着它的上是浅围的角质化 就是说我们吃起来会更老的感觉会更强烈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来说 蔬菜我们所说一点 蔬菜里面含有的硝酸盐是肯定存在的 因为我们的土壤我们的水就会提供这个物质 那么我们所说一点 蔬菜在新鲜的过程之中 它只含有硝酸盐 而不含有亚硝酸盐 但是在放置这个过程之中 那么时间越长 产生亚硝酸盐的机会就会越大 那么这个情况下 我们所说的亚硝酸盐 才是我们身体产生肿瘤的一个危险因素 生活调查团提醒大家 防止泰内继续生长的蔬菜 不单止营养流失 如果继续食用 还可能增加人体患肿瘤疾病的风险指数等 所以蔬菜这些食材 一定要趁着新鲜食用 那除了金针菇这些喜欢 在低温潮湿环境之下的菌类之外 还有些蔬菜在常温环境下都会继续生长的 那么这个就要看大家对自己的生活 有没有足够的关注度 薯仔有发芽肯定的 还有没有甜蜜 番薯有发芽 蒸白蒸得久都会发芽 马铃薯 红薯 土豆 那些马铃薯和鱼头 花生都可以的 刚才我一问到 在你家厨房会偷偷长大的蔬菜 大家都认为薑葱、蒜、土豆、花生等等会继续发芽 但是有些街坊就认为不是各样的发芽都是好的 譬如花生发芽会有毒 土豆发芽会拿人命等等 但是我问他们为什么呢 他们都不知道里面的原因 这个时候我们都去帮你问一下专家 从土豆花生和番薯的发芽来说的话 实际上来说它的生长成 过程实际上是一样的 那么但是呢 我们要注意一点 土豆发芽这个过程中 会产生一种代类 从这个物质来说 对我们身体是肯定有毒性的 不单纯是恶心呕吐的问题 可能会头晕啊 头痛啊 甚至来说有些人恶心呕吐以后会引起昏迷 而红薯发芽就没有这种有毒物质的产生 它只是会消耗自身的淀粉 也就是说它的糖类来促进它的发芽 它的糖类的比例会下降 那么这个情况下来它不会产生毒性 不会产生毒性 但是它会损失一部分的营养成分 那么对于花生的发芽呢 实际上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新鲜的花生发芽 那么我们所说一点 这个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害的 更加令我们意外的是 专家还告诉我们 发芽的花生里面 含有一种叫做白黎露醇的物质 这种物质 在发芽的花生中的含量比没有发芽的重要高 这种白黎露醇到底是什么呢 从提唇的白黎露醇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粉末状的一个东西 我们最常见的呢 可能是在花生 桑胜 葡萄存在的量是相对来说 就说测定的量是比较多一些 在一些实验上 就是说一些体外实验 甚至一些动物实验里面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白黎露醇 它有一个高效的抗氧化功能存在 那么这种抗氧化功能呢 甚至比我们常见的 维生素C或者是维生素E 都会更强一些 更好一些 那么所以呢 很多人把它当作一个 抗氧化的一个食物来使用 为了了解更多关于发芽花生 以及白黎露醇的信息 我们在网上搜索了有关的资讯 发现 确实在北方人的饮食习惯当中 有一道家常送 就是炒花生牙 看来专家说的是没错的 同时我们留意到一篇文章里面 很显然地说到 发芽的花生 含有的白黎露醇 比没有发芽的 要高出100倍 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为了查清这个消息 是科学的福音 还是虚假谣言 我们调查员 决定自己动手 进行花生发芽培育 看看究竟发芽的花生 是不是比没有发芽的花生 白黎露醇要熬出100倍 现在根本在我手上 已经浸了一个晚上的花生 我现在先将水过滤出来 然后放到另外一个地方 之后就用一块湿的沙布 蓋着它包着花生 我们这个实验 是一定要保持这个沙布的湿度 所以我们要时不时 回来看看这个湿布是否干 如果干的话 我们就要噴点水在上面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将这个 就放在这里了 8个小时之后 我们回来看看 这个花生发芽 发成如何呢 由于广州现时温度 在15度左右 不利于花生的发芽 直到第二天 水因才成功培育出 500克的发芽花生 我们还是马上 将没有发芽 和已经发芽好的花生 送到检测机构 来看看 对 对 通过实验员采用高效液 双色浦胃状测定 最低检出 普通花生里面的百黎露醇 浓度是每克0.6毫克 而发芽的花生的百黎露醇 银量就是每克0.63毫克 虽然发芽花生的百黎露醇值 是比普通的 要高出0.03毫克每克 总的来说 是比没有发芽的要高 但是是没有达到 茂农业机构所号称的 100倍那么多 很明显 这个就是某些商业人士 为了自己的利益 在夸大数据 在网上 我们可以看到某购物网站 有林郎满目各种 关于百黎露醇的各种提取物 或者相关营养品牌 价格从几百到几十不等 那百黎露醇 是不是可以直接 医治心脑血管疾病呢 专家说 虽然百黎露醇 及其衍生物 是近年来 研究较多的一类植物抗毒素 其心血管保护作用 漸漸成为了研究热点 可望在预防和治疗 心血管疾病的药物 开发方面有所作为 但是其作用机制 远未明确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有心无血管疾病方面的人群 可以每日摄入十粒左右的花生 或者可以提高免疫力 预防疾病 但是不可以迷信花生 可以治疗该方面的疾病 从今期节目我们可以知道 金针菇是一种内低温的食用菌 它在养殖的时候 是依靠培养肌 即使它在上市之前 菇体已经从培养肌分离出来了 但是它的根部依然会有营养成分残留 所以它就会在冰箱 这种阴暗潮湿的环境之下 会继续生长 发芽的土豆 它含有剧毒的龙肥肝 是绝对不可以吃的 而人工发芽的花生 是含有丰富的百丽老顺 对心脑血管的病人 是有预防的疗效 而未发芽的花生也都有 所以每日吃的花生 都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 今期的节目差不多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